最近真的是让人万万没想到,前一天还是看亲子分手的消息,后一天就是张新宇公开婚去了,张新宇本人也是非常果断了,前妻连恋爱的消息都没有说出来,结果公布就是大招,直接告诉大家他已经结婚了, 而且这次嫁的还是一个军人,据说说因为之前张新宇参加的一档综艺,然后遇见了现在的丈夫,两个人相恋到今天结婚也算是非常美好了,张新宇本人只能说本来在娱乐圈名声并不好,经常被人黑,而且很多人对他的看法也都是比较负面的,特别是之前扯入范冰冰里沉的恋情中,更是被很多人骂,而如今和军人结婚,突然小编又想到了一些细节, 要知道张新宇下的可是现役军人,要结婚的话是要正审的,只有通过正审才可以结婚,而很明显张新宇已经通过了正审,那是不是说明张新宇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呢? 之前大家谈得那么有声有色,实际上可能很多都是虚的,只能说可能大家对于张新宇之前的误会还是挺大的,他可能情商低或者是不会说话,但是整个身家还是清白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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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